跟著高雄市小港區山東里長黃聖凱的腳步 記者深入到當地社區後巷弄 映入眼前的是還未進行污水接管的現況 而為了減少異味產生 許多溝蓋上都覆蓋了遮蔽物 當里長得知市府水利局 將進行污後溝的污水接管工程 不禁替里內里民歡喜 總算可以解決大部分住家後巷的環境衛生問題 我有接到一些案子就是說 他們里民非常願意說去做污後溝的處理 他們還巴不得說 我們這個區域要趕快做 不然我們這邊很臭 我們真的希望說可以循序漸進的 把我們里上的一些環境整潔做好 這也是我當里長第一開始 給大家的一個承諾 黃聖凱表示 山東里是舊部落 多數住家後巷也都還沒有接上污水管線 所以家用污水都是排入水溝內 廁所部分雖然也有化分池 但總是集中在污後巷裡 長久以來 異味蟲生也容易滋生蚊蟲 加上里民多次反應 里長希望可以加速建置污水管線 目前為止就是這邊的部分 是比較舊的老舊公寓 所以這邊反應也比較大 對 所以目前來講暫時還是沒什麼問題 還有其他的部分可能需要等隨時跟我們講 講完之後我們再去看怎麼溝通協調 比較困難的部分 水利局則提到 工程學標後立即會跟當地里長里民會堪討論 迅速進行工程師做 也希望居民配合拆除整理後巷物品 提供施工空間 一起再造後巷乾淨優美的衛生環境 記者李佳龍高雄採訪報導 広罵 混聴股 E